新北市長朱立倫最近訪問美國 和舊金山市長李孟賢 簽署友好城市備忘錄 舊金山市長李孟賢是舊金山市史上第一位華裔市長 過去曾經訪問新北市 對新北市的公共建設印象深刻 李孟賢表示舊金山市和新北市成為友好城市後 未來希望加強商業合作 也期盼台灣的學生和年輕時代 更瞭解舊金山的文化 希望未來舊金山跟新北市有更多的合作 包括在教育 包括在運動 包括在文化交流 當然也包括很多商業的合作 企業的發展 那希望兩個城市能夠在共同的合作之下 能夠共創雙贏 朱立倫此行訪問舊金山 短短三天行程滿檔 簽署一事結束後 他立刻前往舊金山州李大學 為正在當地進行友誼賽的新北市青少棒隊開球 另外朱立倫也會到舊金山巨人隊球場 觀看舊金山巨人隊和巴爾迪摩精英隊的比賽 為台灣投手陳偉英加油 你終於是會議任主軌校圾 cl白雙士會 和巴爾迪摩的事後 北市新北市場 北市民政